今天是9月1日,星期四 今天就不出正经短打了 但是在Patreon有说了杰斯那件事 大家进去听就OK了 大家看到昨天,昨天就是831 我们晚上看到有些警察在赶人 还有些摆扎花 大家看到封面,当日李家超很威猛 831没有打死过人 831所有警员使用合法武力 他们只是对付暴徒 所有的市民都没有受伤 也没有不是香港的警察在香港出发 之如此类,多威猛 你还看到的,在YouTube那些片段 今天怎样呢? 今天就做了阿三或者阿四 昨天就吃大大只柠檬 其实人家本身,我不知道他约了深圳或者广州 我想就不是那些省委书记 可能是约了个秘书 我估计 但是你见到别人呢 其实他是等你 别人是等你说不来的 怎么知道你最后 他昨天早上 都还想出发 所以你见到这个不是一个醒目的人 这些东西是天生的 天生的,没得学的 那些东西是醒目的 一页之秋有很多东西 他是不醒目就是一个不醒目 不是一板一眼的问题 有些警察都很醒目的 他就不是这些人 他就不是这些人 那天早上还要上去 那别人,我想他是 昨天早上上去 就给予个信息 我现在上来了 几点钟去到你写字楼 你逼到别人没办法不出手 就说你不要来了 就是这样 你逼到别人说你不要来了 但是我说到这么大 如果我不来的话 很难交代 那怎么办 不如我们线上 线上不会挣你很多时间 那你想想 香港堂堂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我们今天的特首 连一个阿四都不如 真的 你看看别人的深圳怎么看你 你看看别人的广州怎么看你 是吧 我都够糟了 别人看出去 全部封了 一会给大家看看 地铁、巴士全部封了 你都还来求我开关 你的眼睛很盲 你傻的 是不是 我自己都困住了 你还走上来 叫我开我怎么开 所以这个问题 不关系 是不是纪律部队出身 是你的人 聪明就聪明 你不聪明 没得学的 没得学的 真的 你的人是聪明就聪明 没得咬 但是看你聪明 是用在哪一个范畴 你好像老宠物 现在就是 他死了 你一问他 那9999 那怎么办 他真的回答不了你 分分钟 他那些人就叫Loop死了 其实 张竹军就说 哦 一晚了 预料之内 那你又说收紧防疫措施 究竟是什么呢 他自己都不知道说什么 那我们稍微说一下韩正 昨天在一带一路峰会的对话 其实韩正已经说得很白 还有呢 我今早也有说的 那当然了 这个不是时事评论节目 大家留意一下呢 特区政府突然想在这个下半年 完结所有写运的案子 那你将来上诉就是将来的虚 你看到呢 他想今年下半年 突然在今年上半年 都还未知道什么时候審的案子 突然下半年就加速 希望今年呢 或者是明年初呢 就完结所有这些案子 那为什么会有这些改变呢 你去年问他 他回答不了你 很多案子 我不知道啊 那现在突然间 阿杰斯哥走出来了 那47人案就快来审了 黎智英那个摆了这么久 就快来审了 很多这些案 阿健仔那些都快来判了 红仔饼那些就快来判了 为什么会想完结所有这些案子呢 那就是说呢 一个时代应该就快来来 那所以你不要告诉我 二十大之后 我相信二十大之后 整个 呃 香港 我中国的方针 我不理他 不关我事 我告诉他怎么办 整个香港的方针 会有很大的改变 你看得到的 你特别看韩正呢 他昨天说话 韩正虽然七常委里面 他是排最尾 他应该过渡不了 因为韩正就是69 他应该过不到 应该过渡不了 应该是 虽然他是七常委里面 排最尾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也是权力核心的人 一打一路 当然他是 香港的最高管治人 就是负责香港 港澳事务 他是最高的 但是这些事情 他不会乱说 他也不能够乱说 不是他不会乱说 这些事情他不能够乱说 所以你看到他昨天说的东西 基本上跟习近平一向走的路线 可以说是180度不同 你看到习近平去了这个感州 都还在说共同富裕 去了感州都还在说共同富裕 但是他现在说的东西完全不同 所以我觉得二十大应该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如果习近平能够再做下去呢 你问我 他可以 即是你现在这样的环境 你再做下去有用吗 你现在这样的环境 你还怎么再做下去呢 我估计现在已经有很多乞丐了 基本上 你看一下 深圳 我们见到 或者是上海 等等 你开始已经见到那些 变了老賴的 其实很多人已经变了老賴 还不了钱 生活不了 那你还不了钱 一次 两次 三次 他会赶你走 那你去哪 那就做乞丐 真的啊 那你找到工作去做 就不用做乞丐了 对吧 那你找不到工作去做 对吧 我怀疑你现在去深圳 广州 已经是有些行黑的人 不出奇 因为读者跟我说 在国内那些火车站 已经开始见到有人 是躺在火车站 不是躺里面 躺外面 躺街 是还未拉住那些包装 你看到香港 为何那些 尿咱们连那个妻子 那家妻子的李道尼多很多 都会打劫 几百包烟 和几百元的银子 都会打劫 你在香港这么多年听过没有 这十多二十年 你听过没有 没听过 为何呢 经济差 拥了拥了 拉倒不要緊,我進去就吃皇家飯 我又不是反過政府 反政府那些是最重罪的 打劫而已,就坐 反正他都不會做成事公司主席 所以問題就是兩個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你831的時候 你見到蕭哥幾威風 你看今天 我想他在上面見約的那個可能是秘書 別人挽救你 最尾那一刻 可能他打給別人 或者出個訊息 別人才跟你說你不要來 一早就不想見你了 第二件事就是你也看到 你又不想怪別人 別人一看出去全部 所有地鐵巴士都沒有了 說你上來 跟我商量封關 即是跟我商量開關 是嗎? 是嗎? 對嗎? 即是你也是不聰明 其實你見到很悲良 即是你見到香港是很悲良 即是從前香港是天之嬌子 現在連一個廣州都不如 連廣州、深圳一個 我想是個秘書 你猜省委書記會見你嗎? 不會見你的 是嗎? 還佔地底泥 走出去 九月 走出去飛過去 求別人 泰國、柬埔寨 那些商家來投資香港 喂大哥 以前你一帶一路 是你來投資的 你現在叫我來投資香港 我怎樣投資香港 找個頭來資 我的頭就知道了 告訴你 幾年前 你中國大撒幣 去泰國、柬埔寨、緬甸 去投資的 一帶一路 你不記得嗎? 你今天叫我們商家佬 來你香港投資一帶一路 喂 你是不是 你有沒有摸錯西 對不對 這班人 不是傻嗎 現在香港搞到這麼折舊 韓正都給了 給了牽使大家 我們一會進去看看 美股我們今天會跟大家說 這個百姓餐廳 我好久都沒有說 我不是說中國一個 我說美國一個 中國一個 我完全沒有興趣說 好 大家看到那些市跌 大家也看到很多公用股都跌 待會我們進去那裡 說美國債息的時候 會說 大家 你的年紀比較輕 可能你們的鼓勵 待會我進去那裡的時候 會說 很正常的 公用股會跌 當然不好 投資的輸錢 感覺一定不好 但是正常的 這個是 好 十月份的收費版 我已經放進去網誌 大家 就關注YouTube下面的連結去看 如果大家想訂閱我們 九月份的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和美股的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都可以開始付費 鑽石狗也會跌 主要是美股那邊 跌回到135% 美銀都再跌多了 跌多了1% 那就跌回到50% 這就是我們的封面 831的時候 大家在YouTube上面看 當時超哥是香港的保安司 當時很威風 沒有 太子地鐵站沒有打死過人 沒有 哪裏有國內的人員在香港執法 不過閉路電視說 全部進去是捉暴徒 所有正常市民 一個都沒有受傷 你進去看 現在還有片 現在是 今天就變成了一世 堂堂一個特區政府的行政長官 人家最尾那一分鐘才放你飛機 剛剛想上了 收拾好東西 喂 車準備好了嗎 打個電話 先出個短訊 喂我現在上了 你不要來 他一早知道 他一早知道 他早就應該叫你不要來 他就等你自己 他叫我算好了 他不等你上來才不見你 超哥就 不如視像吧 交代不了 為什麼 因為後面的議員 上面的老鼎 喂 通關啊大哥 你不通關不行 為什麼呢 如果完全外面又不通 國內又不通的話 那些資金走了 大家有見到 831有學校招聘教師 沒有教師 剛剛831就來 可能約在一起 大家做面試 只有一個人來 只有一個來面試 以前 大佬起碼三四十人來面試 現在只有一個 你再走資 你的特首做不到下去 你要明白 如果再走資的話 再走資 你的基金再走 你的港股再跌 等等 其實所以呢 什麼茂波沒有做第一位 都是好事 因為為什麼等這個傻子頂 你不聰明就是不聰明 你問我 林鄭轉數比她高很多 真的 林鄭轉數比她高很多 其實你看到她 她是獨一些的 你看個勢也不對 還上 對不對 不如線上 不如網上 那網上可以的 就不用上了 對不對 你跟國內人溝通的 是她求你還是你求她 你求她 求不到的 她亦都不敢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現在你不知道上面是怎樣 她怕排錯隊 大哥 我現在在封 我和你談通關 現在習主席還是黨總書記 一天未開完二十大 她還是黨總書記 即是等於林鄭 她最後那天 她也是行政長官 如果不是習主席下來七一的話 她最後那天 都還可以跟外國傳媒談 因為你是行政長官 但是一過了半夜12點 Sorry了 你又沒有自由 就是這樣 她不是尊重個人 是尊重個位 如果不是我下個人上 就沒有人尊重 是吧 但是問題是 人家現在擺明是不尊重你 是吧 你是甚麼金融中心 現在你 你香港和深圳 和澳門一樣 根本人家就不用尊重你 以前 撲倒來了 是不是 香港有餅仔分 那麼多錢 現在 不要見了 遲些先 這樣 不如我們先開個網上會議 這樣 你想想要做到這樣的地步 人的腰挺不直 這是她自己的問題 所以茂波做不到 還是做回財政師 又好又不好 茂波都有壓力 不過主要那些戰 就是你先頂了 但是你的IQ高得那麼厲害 不找你頂 找誰頂呢 對不對 大家看到今天的行指 跌三百幾點 上週的成交是五百七十七億 大家看到 那個美股為甚麼會跌呢 這個是十年期的國庫債券的Yield 你看看 和一個星期之前比 現在已經是三點二 多了這個0.2% 我們如果看兩年期的國庫債券又怎樣呢 兩年期的國庫債券是三厘半的 所以你看到為甚麼很多 不只說錢走 各方面的錢都走 你看到煤氣 甚至是地鐵 港燈 這個 中電 為甚麼都跌呢 原因就是 因為很多人 或者是外國的基金 或者是國內的基金 或者是香港的投資者 怎樣呢 喂 我買你是收息的 那人家都三厘半了 那我當然是買人家 對不對 大家如果 你股靈錢的話 你就未必遇過這個情況 因為 美國 已經很多年雷曼之後沒有加息 08年爆煲的 你想想 十三年 我們在九幾年末開始玩股票 接著零幾年我們開始玩美股 那段時間每天都是加息減息和油價 你聽到你悶的 聽到你悶的 我還記得那些情景 我們那時候在荃灣 我們自己公司是 荃灣出了地鐵站 但是不是下去那條橋 對面有一間銀龍 那時候我經常在那裡吃早餐 你每天早上看一些新聞 當時已經有手機 但是當然信徒沒有那麼好 在零幾年的時候 你每天早上不是加息 就是減息 就是油價 就是流價 每天早上都是這樣說的 說了幾年都是這樣說的 那時候是什麼呢 那時候 接著才出現雷曼 接著才出現歐賊危機 零幾年的時候 每天都是說這些 那香港當年也是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當年也是 這些收息股 都是錢會走的 但是當然 不是說一個那麼愉快的經歷 因為你那隻股票跌 你不會很開心 對不對 他說有機會上加到四厘 就是現在這個美債 還有半厘而已 都不是很久 這個就是李家超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給大家看看 現在深圳和廣州的情況 大家看到這個是今早01 就說 與廣東省廣州深圳市 這個絕對不是省委書記 應該是 那些秘書 那些紀錄的人 應該是 那些線上會議 說今天 如果線上都談得到 就不用去 人家就知道我沒有事情跟你談 叫你不要來 是吧 就是大家想想一件事 我外面 都在打仗 你跟我說 喂 可不可以存錢 我正在打仗 是吧 就是等於少林足球 喂 大哥 我三四年沒有飯吃 你叫我去打球 簡直是非 是吧 就是這些是 就是你的人 坦白說一句 你轉數慢一點 就是轉數慢一點 沒得解的 不是不是警察的問題 有些警察轉數很快 有假 是個人的問題 是 大家明白嗎 所以就找他做行政長官 就是貪你救 狠狠笨疾 猛狠 是不是 人家都笑你 我是深圳市的市長 我也笑你 是不是 喂 你現在串我 喂 大哥 我已經不舉了 你還跟我說 你昨晚去夜總會 多厲害多厲害 大哥 你現在串我 對嗎 坦白說 我不打仗你 已經算我給你面子了 大家看到了 就是我們中國的人很弱 傷風感冒 都死了 所以全國就 一千六百七十五宗 深圳地鐵 已經是停運擴大 大家自己定著畫面看 我就不重讀了 這些 包括廣州 海珠區的學校 就連學校都停貨了 地鐵巴士全部停運 你還說上來 你又拿警力贈慶 是否 大家看到 我不知道是六十二宗 還是深圳 還是這個 六十二宗 還是四十幾宗 總而言之 都是幾十宗 今天 應該是昨日開始 所有離境的 要遲四十八小時之內 兩次核酸證明 即是每天要有一次 好了 應該是六十二宗 現在連全深圳的中小學 線上教學 其實所有上學都停了 基本上 所有都停了 好了 我們說回韓正 韓正 他是副總理 也是七常委排最尾的 但是港澳事務 他是最大的 最大的 我看網上紀錄 他應該差不多六十九歲 差不多六十九歲 所以下一屆 他未必可以上 未必可以再留在這裏 但無論如何 也好 今年他仍然是 對不對 你看到他昨天 在香港的一帶一路峰會裏 有很多事情你都不用聽 香港是參與者 貢獻者 受益者 一帶一路 其實跟香港有甚麼事 不關事 你看到最早期 從來一帶一路都不關香港事 中國是投資在非洲 東盟國家 他買了別人的俄羅斯 他借錢給別人 然後跟別人一起建 所謂的基建 從來跟香港沒有關係 那些融資都不是經過香港的 是呀 你說大灣區那些都不關香港事 其實是 我不知道為何他會說香港是參與者 貢獻者 我覺得最好是不要拖香港落水 你怎樣搞一帶一路 就是你的事 不關香港事 香港現在對外通關就已經可以了 你看到韓正說得很清楚 昨天 香港要堅持一國兩制 沒有了外國者治港 一國兩制 香港保持開放 融入國家聯通國際 簡單說一句 其實李家超可以了 現在是 你就是拿著韓正這句說話 喂 大家的問題是 為何說得那麼隱匯呢 為何說得那麼隱匯呢 以往是愛國者治港 現在變成一國兩制 還有一件事 最離奇的一件事 韓正昨天說 就是支持香港維持普通法 你沒有聽錯是普通法 它不是說國安法 也不是說基本法 它是說普通法 就是common law 行國安法的時候 你不說香港要用普通法 是吧 簡單說一句 就是國安法那些 就是現在在黨來講 香港不用說這件事了 所以我剛才在Patreon對面說 你不發覺很多社運案件 都想今年完結了嗎 突然間都提出來了 全部提出的 你今年上半年還不知道 突然間提出 連傑斯的小事都想 你認罪吧 你認罪 審完之後再過半年 你扣減三分一刑期 你就可以走了 就是這樣 很多都是的 周恆彤那些都是 你看到一件事就是 現在它是想改一些東西的 你看到 愛國者治港又不說 共同富裕又不說 連這個基本法都不說 直接要說普通法 但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不說明 香港要開呢 因為那件仍在 那件仍在 那件仍然是 黨總書記 那麼你二十大 你怎樣做下去呢 二十大之後 就是黨是否真的容許 通街都是乞丐 然後如果再這樣下去的話 那些人會反 那些人會反 黨是否容許這件事呢 還有黨已經賺不到錢 你通街黑衣怎麼賺錢呢 就是你以前賺到多少 就是多少 你可以做下去嗎 你能夠做下去嗎 是不是 對嗎 就是簡單說 我現在讓你去做美國總統 你做到美國總統嗎 你做不到 沒有人聽你說 沒有人聽你說 你怎麼做呢 就是你都要出到薪 才有人聽你說 大佬 我有朋友 就是我有朋友 認識很多在 上海 浙江 那些造廠那些 甚至有些 他家人是黨員來的 都已經全部證實了 所有人工是 四折出糧了 基本上 所有那些 津貼等等 全部都沒有了 四折 就是以前可能 你七萬元一個月 那現在你就三萬元一個月 三萬元不夠 所有其他福利 全部都沒有了 全部都沒有了 那些是證實了 那誰還聽你說呢 你走去 武統台灣 人海戰術 人海戰術也這樣 你去嗎 都沒有良出怎麼去 這個問題是 我讓你做下去 你能不能做下去 問題是這裡 是不是 你說今天是2018年的 大把錢 每個人都聽我說 我給你這麼多錢 就是你見到 為什麼我們的議員 要過去呢 因為你正在鬥 他的議員薪酬 你試試你不給他薪酬 你看他去不去 是不是 一樣 所以你看到韓正說的話 和習主席的思路 是完全相反的 他現在說的話 基本上就是鄧小平說的話 沒有分別 只不過他打著一帶一路的招牌 但是裡面的餡料 完全是鄧小平的東西 改革開放 普通化 對不對 一國兩制 完全就是鄧小平的東西 那韓正會不會 不跟黨總書記說呢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我們看上去就知道很快 無需爭拗 看上去就知道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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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沒有壓力 沒有可能 對不對 你如果 高武升平 真的沒有照跳馬照跑 你說怎樣就怎樣 你是老闆 對不對 大哥現在這樣的環境 那些公務員又沒有人公家 你當你臭死而已 那些公務員都不看你這台電影 你突然上來 嘩 大哥 什麼態度 始終我都是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又怎樣 你現在都沒有了香港的金融優勢 我當你臭死而已 就說遲到我深圳館 你香港 遲到你香港 遲到你我 你看到他幾下氣 不如線上 我們 線下不行 不如線上 大家看到 你看到日本 允許這個 入境旅客 無需導遊帶團 他雖然無需導遊帶團 但是你要經過中介 那你說5555 即是不是5萬 其實不重要 他現在都是用到2-3萬而已 簡單說他就是 他將那個每日旅客 上限增至5萬 給外國一個信心 信心就是什麼 我們現在沒有限制 我們沒有限制 喂 每日5萬很多 大佬 你想想五萬一年幾多 大佬 一年三百幾日 大佬 是吧 千九幾萬人 大佬 很多的了 每日5萬已經 那麼 日本允許入境旅客 就無需導遊帶團 雖然這個無需導遊帶團 但是你要找個旅行社 代理申報行程 為什麼呢 怕突然間你確診的時候 他都找到你 知道你在日本哪裏 你中間去過哪裏 等等 住哪間酒店 你要留下一個記錄 你就找一間旅社 或者一個中介 幫你拿個簽證 其實這些我接受到 我接受到 你看到南韓也是一樣 南韓就取消了所有 只不過還有一個 一個 就是你入境了南韓之後 你一天之後要做一次快測 這個是沒有人 即是沒有人都接受到的 全部接受到的 你看到 周六 即是九月三日起 取消了所有 旅客入境時 需要出示 48小時的新冠肺炎核酸報告 沒有任何防疫規定 只需要你到步之後 24小時之內 接受一次核酸檢測就可以了 是這麼簡單 這個我完全接受到的 有多久時間 一會兒 又不用出發之前做些什麼 現在最大的問題 你回來的三加四 你還說零加七 其實正常就應該跟南韓 跟南韓就搞定了 你進來 一日之內做一次核酸 搞定 收工 就這麼多 起碼一件事 你也有人先來 你現在的人為什麼不去日本 因為回來麻煩 回來要三加四 大佬 起碼都三先 三的那些住酒店是錢來的 大佬那裡幾千元 對不對 這個 大家可以定了畫面 可以看那些細節 香港 他應該今天出了 他就說 頭四個月 香港就是赤字 頭四個月 香港應該已經是赤字 我看過那宗新聞 但是 五六月 他就不敢讓你看 為什麼呢 因為林鄭在四月 已經放寬了社交距離 如果五六月 仍然下跌 他就很嚴重了 因為沒有疫情遮住股 對吧 你看到這些 香港七月的零售銷售額 升4.1% 為什麼呢 因為消費券 因為七月派了消費券 如果不是 你看到八月沒有消費券 你看到怎樣 對吧 就是這麼簡單 你派了消費券 都是升4.1% 如果不派 你不要忘記 他那個零售數據 已經是地板 低到 他自己也說 勞工市場改善和低技術 因為你的技術低 另外有一個 也挺意外 就是 這個 他說過美資行 就是Citibank 新加了這個 新加坡子的定存 年息是2.7% 我想沒有人買的 你現在都買定存美金 美金三里幾 我想沒有什麼人會定存 這個新加坡子 有的 如果你想過去新加坡定居 換多些波子 然後 將來 就拿回一些波子 過去新加坡 可能有的 你需要過去新加坡 就有 如果一般 你說貪我息 寧願定期做美金 你看到 一個地方的興起 一個大的地方 挖起 一定是怎樣 一定是有 入到富豪榜 你看到現在馬雲 馬法騰那些 全部都做了黑衣 你看到 螢光幕 這個 阿丹尼 他叫做 阿丹尼 怎樣呢 他就成為全球 這個印度 他就成為全球 第三大最富有的人 第三個 第一個是誰呢 第一個當然是 Elon Musk Tesla 跟著 Amazon的老闆 Jeff Bezos 本來 就是 LV的老闆 Bernard Anot 但是 被他打低了 他的身家 就是 1137億美金 這些錢 在印度來說 就是天文數字 所以你看到 別人 那個國家 就是崛起 他崛起 多了這個富翁 大哥 他14億人 不是跟你開玩笑 他真的14億人 你現在中國 沒有14億人 另外 這個 不關那個政治事 你看到 中華航空 即是台灣 要換機 有十幾架 之前的空中巴士 A330 不是歐洲的空中巴士 都是這個波音 要退役 因為老化 所以 會購買16架新的波音 787max 寬新 46億美金 這個當然 要跟美國買 美國給你這麼多好東西 所以你看到美國 其實使用錢去台灣 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錢買回我的東西 再買回軍備 等等 你想想一件事 你中國或者香港 你再買機或者租機 你又會租回波音 又會租回Airbus 即是香港 我告訴你 你如果用中國的機 基本上沒有人敢回答 沒有人敢回答 我都不敢回答 大哥 所以你問我 我現在回國內 我不會回國內 也不會乘回國內的飛機 我怕真的有問題 大哥 不是開玩笑 你那些撞機等等 都沒有答案 現在你看到的原因 都沒有公佈 沒有原因 搞定 收工 那為什麼呢 好了 就講一點點 我本身 沒有跟進比亞迪 我也沒有跟進Tesla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巴菲特 之前就傳 但是後來都證實了 現在也有證實 他應該有機會 全部沽了這個給亞迪 我昨晚看新聞 有機會 但擺得很密 那他怎樣擺得密呢 擺得密很簡單 第一件事就是 他的持股量 是未需要公佈的 我沒有去檢查過細節 我沒有去檢查 因為我一向都沒有拿給亞迪 第二件事就是 他剛剛在業績期內沽 業績好的時候 成家上 就遮住了 去沽那個成交 即那個 壺價跌下去 對不對 但是你看看他 即是沽那個價錢 你看到他 就套現了3.68億 很明顯 巴菲特就拿回一本 所以 做人的信用很重要 巴菲特 好像是 在1970-2008年 入股比亞迪 你看到人的信用很重要 一拿就怎樣 拿十五年 人家是 人家就信巴菲特 即是我信你的招牌 是吧 好像我記得以前 那個賭神都說 只是你高進的名字 都不止兩億美金 我相信你 是吧 一樣 你只是巴菲特的名字 都不止一百億美金 是吧 所以做人的信用是很重要的 你現在香港這班官員 還有國內的就是沒有信用 還有中英聯絡聲明 又廢紙一張 又沒有台海中線 什麼都不認 好了 現在就走回頭 噢不行 我們要走回這個 我們要走回這個 基本法 不是基本法 走回這個普通法 誰相信你 日日說話都不同 誰相信你 現在是 你現在特區政府說的 有人相信嗎 即是我在這個節目 不想說政治 但是問題就是 你看看 人家各個信用巴菲特 他只一個人可以 因為為什麼 有信用 是吧 大哥 我堂堂股神 我拿你一隻 香港 中國的股票當年 拿了十五年 大哥 十四年多 十五年 我想 比亞迪也不會投訴 是吧 也沒有人會投訴 對嗎 問題在這裏 當然你說他是不是看淡 應該是 他一來可能看淡這個電動車 二來就是 自從阿蠅的阿里巴巴那件事 他都怕了中國 我有看到昨天新聞 好像說 巴菲特應該是全數減次 全部 給亞迪 但你也不能罵他 我開了十幾年 對吧 你自己做老闆也未必開了十幾年 對吧 還有一件事 你現在經濟衰退 自動駕駛我覺得是可以的 自動駕駛 為什麼自動駕駛 不只是用在節能車 這個系統是可以 大有作為的 或者你研究一些電池 也是可以的 因為電池可以用在別的範疇 但是你說電動車 就是EV 我想應該炒完的 基本上 就是電動車應該炒完 你過了今次的經濟衰退才說 你再說沒什麼意思 因為你經濟衰退 油價升的時候 就是油價 油價升 你電價不一樣升 你電也要有發電 對吧 你也要用煤發電 那就是空港 廢的 你看到這個瑞銀這個汪圖 這個應該是 我不知道香港人還是內地 樣子就像內地 兩個字那些都是像內地 說這些就最適合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見到他說 人民幣未來數月跌穿七寸 那就對 然後又連美國也罵 美國呢 美元以示強腦之門 我也不知道這句話怎麼來 什麼叫做美金是強腦之門 我真的不知道 即是怎樣呢 即是美金沒有辦法加息 還是美金會跌 等等又怎樣呢 我看不到 你看到美匯多強 是吧 個別內房違約 大家都知道 說了等於沒有說 又不得罪美國 又不得罪中國 這樣 好了 另外呢 我想這個普京 應該都是最後一擊的 這個北京一號 突然間又維修 我覺得一件事 現在普京就是 逼你跟他談判 即是逼這個歐盟 跟他談判 你跟他談判 你現在跟他談判 也可以揭示到一件事 現在他應該是很急的 他只有一個天然氣 但你想想現在 這個烏克蘭 他要錢又錢 人他大把 他自己幾千萬人後 很多年輕人 然後要武器又武器 你是不是真的炸到他的核設施 是吧 即是美國佬和歐洲佬 會不會就這樣被你炸到核設施 不會的 你補給也補死你 打這麼久 是吧 所以我覺得 現在打了差不多半年 已經是 我想普京應該都是最後一擊 如果你一等那個歐盟 他慢慢那個 當然貴一定貴 買回這個天然氣 那個供應 可以做得到的話 所以歐洲要 再捱多一段時間 有機會要過了今年先 因為跟著 他過了熱天 到冬天 冬天 也是用很多氣的 現在暫時 德國就說 儲夠了85% 但還有很多其他 小的國家 都未做得到的 可能要過了今年 這個 俄烏才會有比較大的轉機 這就是 最後一單新聞 跟著我們就說 美國的百姓餐廳 你看到 美國的出售 已經是 要出得很明顯 為什麼呢 因為之前 商務部限制高階的晶片 供應給中國 但是商務部 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人都批 你去申請 他就批 前陣子 美國就說 最高的軟件 不可以讓你用 最高的軟件 不讓中國用 都不得已 現在 他做這件事 是有損害 某一些 美國企業的利益 他命令 你看到 這個字 用命令兩個字 NVIDIA和AMD 是不可以向中國 提供先進的AI晶片 哪兩個模特兒呢 有兩個最新的模特兒 一個叫做A100 一個叫做H100晶片 這兩個GPU 基本上就是 大四億的生意額 給NVIDIA 當然 NVIDIA做到的 就是AMD 都做到 他們兩個都是 孖生兄弟 孖生兄妹 所以問題 就是 他現在直接出手 就是說 我要圍死你 當你沒有這些GPU 你的Data Center 就越來越慢 甚至你壞了 你壞了就沒有 而且你只能夠用 他那個 你現在買 他買回來 NVIDIA 或者AMD 或者晶片 他只能夠用別人的設計 因為他沒有了圖像 他沒有了軟件設計 那就是簡單講 你拿到蘋果的MX晶片 我當你拿到蘋果的MX晶片 你不走那個ROS是廢的 那個晶片是廢的 你拿到那個Android的晶片 你不走那個Android的晶片 你不走那個Android是廢的 那就是保證 你不能跟它打 那GPU是用來計算的 用來計算的 用來計算的 譬如你那些大型車 甚至你打的那些戰機等等 就用GPU來計算 我們打機就用來 看一個Graphic Graphic就是計算的 用來做幫助運算去定位 你沒有最高的那些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你Pelosi的機器 別人一砍你 你計算都計不到 它砍你 它現在不用砍你 你沒有這些晶片的時候 你計算都計不到 你計算得來 別人的飛機已經離開了 你計算得來 飛機已經離開了 是不是才對 就是這樣的情況 對NVIDIA有影響 另外美國也禁止NVIDIA出口去俄羅斯 但其實它在俄羅斯是沒有客戶的 所以這個對NVIDIA是沒有很大的影響 但問題就是 今次 你說是不是很大影響 四億 也是的 但是 是不算很大 四億的收入來講 好 我們跟著跟大家說 大家看到面前這些美食 大家知不知道 百姓餐廳是什麼 可能你不知道 但是這幾間公司 你就一定認識 KFC Tucco Bell 以及Pizza Hut 最近加入了一間 這些大家都知道 他們全部 在美國一個很有名的公司 叫做百姓餐廳 百姓餐廳集團 我看看紀錄好像是1962年的 我看看 記錯了 1997年 1997年 跟香港特區一樣這麼老 1997年 就有這間YUMBRANDS 它應該是收了這些KFC 這個Pizza Hut Tucco Bell 樂旗下 大家可以看到的比例 在百姓餐廳裡 有一半都是KFC 一半 有 灰色就是Pizza Hut 三乘四就是Pizza Hut Tucco Bell 就是百分之十五 最近加了一間 香港都有的 也有的 叫做中檔餐廳 叫做Harvid Burger 叫 暫時來說 全球只佔1% 給大家看 店面 其實大家都認識 KFC 每個人都認識 肯德基叔叔 Pizza Hut 每個人都認識 Tucco Bell 香港不是每個人都認識 但在外國的應該都是每個人都認識 這個Habbit 香港 這個是澳海城 我在網上找這個澳海城 我應該走過 但我沒有吃過 下面就是 我看到它一個Disk 不是很貴 百多元 百四五元一個Disk 就是這樣 螢光幕 大家看到那些 這個是不是Pancake 應該是好像Pancake 那樣的東西 好了 我們看看股價 其實它一般 你看到它 在長線來說 它都表現得幾好 但疫情來說 表現得比較差 你看到 如果相對麥當勞 等那些 股價是沒有做得那麼好 你看到它都有息 有兩厘多息 有2.06厘的 好了 我們就看看它 過去十年 收入和純利 你看到都上落的 特別是在2020年 就差了很多 因為它是做餐廳的 它不是做外賣 所以你看到 麥當勞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2020年 但對於這個百姓餐廳 比如Pizza Hut Tagel Bell那些 都幾大影響的 你看到在2019年 其實它已經跌了 那個純利 這個是以百萬計 12.94億 但2020年 就馬上跌到 9.04億 即是 百萬千萬 億萬 9.04億 它在2019年 就12.94億 立刻跌到 9.04億 去年 就上回 15億 都算上得很快 你看到 15億 其實就上回到2018年 這個數目 從今年的年中 數一年前 現在是14.8億 左右的收入 但是那個 你看到那個 Cost of revenue 即銷售成本 是升得很厲害的 升得很厲害的 2019年是27.7億 2020年是29億 2021年是34億 全部美金 升得很厲害的銷售成本 大家都可以看回 它的季度的收入 其實它的季度收入 是OK的 你看到 它通常都是在 第四季 就是旺季 你看到 所有都是第四季 它的收入是最高的 我真的不知 為什麼 是不是在美國 和歐洲 即是第四季 那些人 吃得 Pizza Hut 或者KFC 我真的不知 但是很明顯看到這個 Pattern 即是第一 第二第三季 就慢慢上升 第四季這個收入 就很厲害的 接著呢 去到第一季 又跌回 我也不知為什麼 是不是因為 天氣冷的時候 特別多人 吃這個 Pizza Hut 或者KFC 我不知道 大家看到 大家看到 它派息都OK 雖然只有兩厘幾息 但是 去到2021年 過去五年 它的股息 都是不斷增加的 這個相當清楚 如果你買了它的股票 它整個財務結構 裡面 78.3% 都是一些證券 即是股票裡面的股價 有21.7% 就是債 這個給大家看看 它那個 國際 即是開了幾家店 你見到 橙色部分 就是這個美國 藍色部分 就是這個世界 你見到美國 都幾多 特別是Tagobel 在美國 是好多 Tagobel 世界反為少 但是KFC 就是 美國少 但是全世界多 Pizza Hut 就差不多 你見到 剛剛加入的 Happy Burger Guild 在美國 都很多 三百多間 十間 在國際 香港好像有三間 我記得 就是 這個就是 分別出來 就是國際是怎樣 149間 即是149個國家裡面 有這個 很厲害 149個國家有KFC 32個國家有Tagobel 111個國家有Pizza Hut 只有三個國家 有Happy Burger Guild 我想就是 香港和美國 是不是 這次的業績 就是去到 今年的 6月30日 大約 就出了業績 是8月8日 不太久 兩個多星期 已經幫大家計算了 4、5、6月 那一季 收入升了2.1% 但是 那個消貨成本 就升了4.5% 其實也升得少 你見到 它也控制得好 其實 但是你見到 純利大跌42.7% 但是你見到 它如果拉到半年 就純利跌了13% 就是說 4、5、6月來說 是比較慘烈的 其實 其實 我見到 它的 整體 和整體 都沒有改變 少了少少 我見到 它的長債 是115.4億 都沒有改變 升了3.24% 這個表 大家可以定了來看 它是分了 就是 2022年的 4、5、6月 和 2021年的 它分別有比較 就是 這個 KFC Tickle Bell Pizza Hut 和 這個 Happy Burger Guild 大家的收入有什麼不同 你見到 在 中國 特別它把中國的Fanchise 寫出來 中國的 是少了 你見到 一年前 KFC 是58 這個是錢 58 應該是 8萬 在今年 48 Pizza Hut 16 應該是1,600萬 Pizza Hut 只有1,300萬 跌了 300萬 但這個是一季 不是一年 你見到 基本上 KFC 跌了少少 Tickle Bell 反位 升了 因為 美國全部開了 Pizza Hut 也是跌了少少 Habbit Burger Guild 就是 沒有什麼改變 一年前 1.39億 一季 收入 現在是1.38億 基本上 沒有什麼改變 我已經幫大家計算了 如果將它半年的收入成二 收入就是63.66億美金 升了2.1% 但純利只有12.46億 跌了13% 手頭現金10億 長債1把15億 每年要還的本金和利息是17億左右 或者是15-16億 因為我計算大一點 我計算5厘 當然它財務上應該是OK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這次下跌 還有10億美金 手頭上 但如果它不加價的話 如果它不加價的話 就受不了 譬如說你當它的純利如果不下跌 再升的話 應該都是17-18億左右 這是一年的 我將半年的誠意 所以它應該要加價加得很厲害 才能夠遮蓋 但問題就是它可能可以 因為Pizza Hut 或者是Tackle Bell 或者是KFC 它要加2-3元是很容易的 所以都是次選 就是YUMBRANDS 第一大首選 應該是Chipocchi或者是麥當勞 我估計是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中國那間我不說 中國的情況 這樣說你也沒用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大家看到鑽石狗跌了 去到124% 美銀35萬美金倉 去到50%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的網址 Youtube投資筆記 美股9月份收費版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至9月份 我們會講智庫 中華煤氣 這些都是下風的 甚至現在你看到聯發科 都是下風的 Canada Group 相信都很令投資者失望 因為一個比較高檔的羽絨品牌 是跌了很多 但是這個最尾 這隻空中巴士 大家可能沒有留意 它在整個疫情裏 其實它的股價沒有跌 今天我們會講這五隻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我們兩類型項目 免費的有你現在聽的 Youtube Channel 香港財經R 美股財經R 和我們的投資日誌網誌 收費的有兩樣 香港與環球投資日誌 PDF文字版 和Youtube投資筆記 美股Youtube版 螢光幕有我們兩類型項目的收費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我們的銀行帳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 可以在Youtube下留言 大家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看看有沒有特別的新聞 李家超已經和深圳那邊視障了 談了通關問題 待會兩點半就會見傳媒 交代逆隔離 待會大家留意著這個新聞 我們要在明天的地產小專家 再跟大家分析 祝大家星期四愉快 明天地產小專家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